Hello,我是Ivan So 今天看了一條很有趣的YouTube影片 這條YouTube影片也是之前 我有被問過很多關於SEO的一些比較 究竟用WordPress是SEO會比較好 還是Wix的SEO會比較好 首先講的是 做這個調查是一間什麼公司呢 是一個叫AREF的公司 是一個我們叫做LINK的Analysis公司 最主要是它拿了很多不同的網站的數據 用它們自己的演算法 從而了解一下 究竟每個網站每個月的搜尋量 每個關鍵字 以及有多少backlink 是去到它們的網站 或者是哪些頁面做得好 同一時間也可以看你的對手 當然很多人也會理解 它不是Google的 所以它的數據的真確性 或者它收集數據的方法 究竟是否可以反映到一個真實的情況呢 所以用這個工具的人 其實都是以一個reference的心態 如果你完全相信它的數據 你就會輸 因為是一個reference 但如果你真的想看你的對手的backlink如何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工具 這個是其中一個連資比較久的 用來做reference的工具 由於它分析了很多網 它也有很多網址 它也有一個完整的工具 在這裡去做 所以它這次做了一件事 就是 它做了一個分析 就是 640萬個網址 有一半 有320萬個 是用Wix 320萬個 是用wordpress 這個wordpress 有沒有說到是.com 還是.org 即是自己做寄存 還是 Wordpress 幫你做寄存 小小介紹 就是 Wix這間公司 其實就是 一零年 這裡看到就是一零年的公司 收益有六點幾億美金 還有很多員工 這個公司 最主要它做的就是 一個網上的系統 做網站 由做網站到 開始有網店 有些表格 那些東西 那你就 叫做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它做了一些寄存 Hosting 所有技術性的東西 你只在網上 叫drag and drop 去使用 但是 通常我們遇到 Wix 比較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 如果遇到的問題 技術性的話 就是 因為它全部的框架定了 其實真的 不是很動的 很多位都 而且 如果它沒有的功能 它又沒有太多外加的功能 它會盡量加很多功能 當然 除此之外 就是 香港的用戶 很多時候 就會遇到 用Wix的速度慢 無論是 它對客人看的速度慢 或者是 Backhand使用的速度都慢 所以 令到 用戶體驗也不好 所以 SEO不好 是正常的 至於 WordPress WordPress 是一個 Open Source的 原件 它有一個 Dot.com版 就是它跟你做完所有的 所有的 你免費用都可以 或者是 給少許費用 多些功能 另外 有一個 Open Source的 就是 Dot.org版 Dot.org版 就是 你自己下載了這個軟件 然後 自己找一個 Hosting 無論是香港也好 Google也好 Amazon也好 放上去 自己去做任何設定 彈性大一點 但是 技術的要求 其實都不是十分高 但是要有很少 因為 你也要有 伺服器 那些 他就做一個 比較 那麼 我 看到 就是 WordPress 其實比較出名 是什麼呢 WordPress 出名就是 SEO的 異用 SEO 這個研究 就是跟 Build With 這間公司一起合作 Build With 是一間 公司 有些 Punkin 然後 加上很多不同的網站 可能會 展示一些 我們叫 Related 的Post 林林總總的功能 所以為什麼這些網站 加了這個功能 在那裡 而 A-Ref 有一個 backlink 的 公司 即是研究的公司 跟他們合作 這樣 分析了 我家裡有 320萬個 Wix 網站 320萬個 WordPress 做一個 我們叫 head-to-head的 比較 他們做的前設 都很科學 即是說 有10 domain的 會撇走 然後做兩個 Random Text 即是每一道抽一些 來做 然後做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有些網站 可以沒有流量 如果流量是多於100 就做一個比較 流量多於0 就做一個比較 其實意思是 用100來介 每個月的流量是多 和少 在搜尋器那裡 不是說 overall的流量 是說 在搜尋器那裡的流量 接著看到 大概 如果以WordPress的網站來說 剛才那300多萬的網 大概有46%的網 都有SEO的 traffic 即是不夠一半 有SEO 再看看Wix Wix 在那300多萬的網 只有1.4%的網 Wix網 是有搜尋器的流量 在Google 也好 Yahoo 也好 如果 用WordPress 的話 似乎容易吸引到搜尋器的流量 多些 所以 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可以在搜尋器裡拿到流量 用Wix 就拿不到 另外 有分 如果 每個月 有超過100個 收尋器 有超過100個 又如何 在那300多萬的網 WordPress 有8%的網 每個月 都能夠在Google 也好 都是Google 其實 Google 身上拿到超過100個 搜尋流量 Wix 很可憐 只有0.06個 流量 那 所以 這條影片 其實 中間也有說到 後來 Wix也有某些好 不過 其實 以正確 或者 整個數目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 你會看到 這個叫Domain Rating 就是 AREF 這個系統 自己做了一個分數 給一些不同的網址 去評分數高低 最多100分 不過 你很難得到 所以 你會看到 平均計 那320萬個 WordPress的網 大概有5分 Wix的網 都未夠2分 所以 這裡已經是差一個比例 另外 Due Follow 如果有理解搜尋器的 基本運作 就知道 Due Follow Due Follow 才會帶到 SEO Value 如果以 Backlink來計算 如果以WordPress的網 很多都是Due Follow 有20%的網 會Due Follow 然後 Wix 就只有0.8% Wix的網 另外 那300多萬個網 會看到 如果以平均計算 就是 有 320萬的 WordPress網 在搜尋器拿到的流量 平均有417個流量 反觀 Wix的300多萬個網 其實只有8個 搜尋流量 每個月 是去到Wix相關的網 所以 這裡也是 為什麼 經常有人問 WordPress也好 Wix也好 哪個好些 我們都會建議 用WordPress 如果你在美國 可能 速度上 沒有那麼高 不過 在香港 速度分別 就真的高 因為 用過的用家都知道 其實 SERVER 可能 不是 亞洲區 的原因 所以 是真的慢 如果 它也是 在亞洲區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慢 設定會更好 後來 這段 Youtube 都提出了一堆不同的 事情 它說了 可能有一兩樣 它做了一些篩選之後 其實 Wix 可能會高分一些 但如果 看回基本的數據 或者剛才看的資料 其實 到最後 其實 WordPress 一定是 會比Wix 在SEO的表現 會更好 你可以看一看 Youtube 如果你有興趣 去研究 不過 這個研究機構 也好 或者那些數據 都只是 因為它不可以 代表全部 亦都 它 究竟 如何去 拿這些數據 回來的 但是 數據都算多 有六百多萬個網站 它也會抽出一些 Head to Head 去比較 而從而得到數據 所以 如果這段影片 看完之後 都可以說 WordPress 的SEO 是會比Wix 好的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發問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可以Like 可以分享給你朋友 我亦都有個YouTube Channel 可以Subscribe 有Fan Page 以及有個Podcast 我們下次見 有Fan Page